音樂 相似的地方就是 我也喜歡精細 我也喜歡穿着 可是我沒有它的品位 它的品位很高的 我沒有它的智慧 也沒有它的手段 可是我很喜欢它 第一 我喜欢这个剧本 假设是别的剧本 也许我就不去考虑了 可是我觉得何启平这个剧本 真是写得好 没有一句废话 说的话每一句都是金句 因为平常你看到 关于慈禧的剧本 或者是文章都是描写 它是一个非常暴力的 非常自私的 非常手段独辣的女性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面表现的 就是它有求知的欲望 它也有颗年轻的心 它也需要爱情 它不是只是权力这方面的 一个单独的 我觉得慈禧是一个非常聪明 而且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人 他不是一个暴君 他生长在那个环境里 他要生存 他必须要有他的手段 或者他就被别人弄死了 我想他本性也不是要真的要怎么样害什么人 只是他要站起来 他要保持他的地位 可是他的本性是 你看他喜欢京剧 他书法也不错 而且那个时候批奏章的什么 皇帝生病的时候都是他 他带批 所以他也很有政治的头脑 他也喜欢美 他很讲究穿着 很讲究吃的食品 所以他是个很有修养的人 我觉得 他有很多历史 还有许多外事 故宫也去看了他收藏的东西 他的墨基 他的服饰什么的 都很讲究 而且他每天都要用那个玉的 什么东西来摸 像现在这个 我年轻的人什么要面膜 要什么的 他那个时候 没有这些现代的东西 他就是用古老的方法 达到很好的 这个皮肤光的则好 是吧 头发不要白 两个都是非常好的艺术家 普存心当然资格更老了 他的经验更多了 而且他演过那么多的戏了 这个对他来说是 驾行救赎了 郑云龙是非常纯真的一个演员 我觉得他的前途未可现 我非常欣赏他 因为他什么都是出自真诚 从心里出来的 他的台词 他的表情 都是真正的感受的 不再演 他就是那个光绪了 我想演戏 不论在舞台上 或者是在电影里 我觉得都是需要从心里出来的 我不过舞台就是比较扩大一点 电影你只要想就可以了 想了它就会捕捉你的死 可是话剧就不同 你要夸张一点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